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孝之体就是意念圆满的自信 孝之相就是世出世界 大胜大谢 孝这个字的范围 就是失控发迹 一些都包容在其中 孝之行也是儒家讲的 至于至善 在佛法里面 就是佛行菩萨行 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来学习 昨天也提示了一点纲领 佛教导我们 从孝亲 尊私 落实 知道孝养父母 养父母之身 要细心的关怀 父母年岁大了 照顾父母 就像照顾婴儿一样 要谨慎 要细心 营食 都要留意 在礼记里面 我们读到 关于养老的 这些教诲 很多 尤其是饮食方面 一定要选择 他生理所需要的 这一定要懂的 每一个人 身体健康状况 不相同 需要的养分 也并不一样 但是 总的一个原则 要容易消化的 容易吸收的 现在 比过去进步多了 体格检查 比较方便 检查之后 知道他缺乏些什么 需要哪些营养 在饮食里头 如何来配合 这是养生的 养父母之身的 养父母之心 父母对于儿孙 对于亲戚朋友 没有不爱护 没有不关心 总是希望 儿女 希望亲朋好友 都能够生活过得很好 事业 都能出人头地 人 年岁越大 越慈悲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 来日不多了 自己这一生 已经过去了 所以 他的希望 都是 落实在 儿孙 年轻人的身上 心地 真诚自卑 我们常讲 老婆 心切 老婆是老太婆 他们的心 真正善良 纵然过去 身中 做错事情 这个时候 也都知道 忏悔 也都知道回头 年轻人很难 到晚年的时候 容易回头 晚宁 文法 修行 成就的人 我们看到不少 接触佛法 时间不长 念佛 时间很短 但是 往生锐相稀有 这些道理 我们明了 古往今来 我们看到 六十岁以上的人 修行 成就的 很多 修行 真正有成就 这是大小 那么我们 懂得这个道理了 如何帮助 这些修行 这个意义 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懂得 父母的心 懂得 父母的希望 不要辜负父母 不要辜负老师 老师对学生的期望 跟父母对儿女的期望 没有两样 所以中国鼓励 学生对老师 那一封感恩 跟对父母 没有差别 只是在丧礼上 对父母有效福 对老师没有效福 除这一点之外 再找不到 两样 人一生 能够生在感恩的世界 这是真正有价值 有意义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在学校 在学校念书的时代 少年 父母老师都希望你有很好的成绩表现 你书念的不好 父母忧虑 那就是不孝 平性不好 父母也忧虑 父母也忧虑 孝子 时时刻刻 要让父母心情愉快 换一句话是 样样都要做得 让父母 让父母快乐 与同学之间 不能红目相处 是不孝 不听从老师教诲 是不孝 我们有没有做到 当然 我们的童年已经过去了 想想看 几个人做到了 你做不到 不能怪你 为什么呢 佛法是讲理的 或情或理或法 你小的时候没有人教你 你怎么会懂得 没有人教会懂得 那你是佛菩萨再来的 你不是凡人 没有人教导你 成年之后 你有了家世 家世要活目啊 家世不活 父母有心 兄弟不活 周里不活 哪一样不让父母操心 父母对于儿孙那个操心 操一辈子 临终还挂在心头上 谁能够了解 谁能够了解 到你自己 你老的时候 也许你有所感悟了 踏进社会 人在世界 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行业 正当的工作 为社会服务 为众生服务 你对于你的工作 你这个行业 是不是真的 尽心尽力去做 没有尽心尽力 不孝啊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司长 由此可知 孝心 也是充塞宇宙 也是变虚空发迹 不但孝心 是圆满 孝心 也是圆满 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 祝佛菩萨 对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 感应到教 我们读过 观世音菩萨 所谓 千处祈求 千处印 那是什么 孝行啊 敬孝而已啊 我们学佛 如果连这些 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这个佛经家 白读了 做佛的学生 没有别的 佛教给我们 教给我们孝道 教给我们敬孝而已 祝佛菩萨 所实现的 就是这么一桩事情 懂得孝道的人 行孝敬孝的人 念念 普渡众生 行行都给世间人 做好榜样 所以我们对于 祝佛菩萨 列代祖师 要细心体会 他们注视的行意 向他们学习 韩广长 往生的时候 我给他最后 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希望出家人 能做出家人的好榜样 在家人 能做在家人的好榜样 道场 能做一切道场的好榜样 这是静孝 这是静孝 这是行孝 这是佛心 是菩萨心 所以我们要找什么人 找孝子 中国古人常讲 求忠诚与孝子之门 你们晓得忠诚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臣是半死的人缘 忠前面跟诸位讲过 孝这个字 乐实在生活上 乐实在工作上 乐实在厨师待人借物上 就叫忠 能行忠道 能行忠勇 这种人 这半死最可靠了 他能够尽心尽力 没有贫心 没有私心 心里头大公无私 那叫忠啊 所以忠孝两个字 做到了 就是圆圆满满的佛道 这个人就是菩萨 就是佛陀 所以凡夫成佛 在一念之间 一念头转过来 就是佛菩萨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贪嗔痴 放下是非人物 放下毁欲 放下贪嗔痴 放下嫉妒 放下兵欲 我常常跟诸位说的 放下誓欲 你的嗜好 你欲望 放下贪爱 放下贪嗔痴 放下恒痴 放下恩悦 一切放下 以亲近心 真诚心 大慈悲心 为佛法 为社会 为一切众生 服务 这个转变 臭烦 入身了 无论 你是什么身份 无论 你从事于哪个行业 你是在某一种工作岗位上 任何的身份 都是为众生服务 为社会服务 任何行业 也都是为社会 为众生服务 我们出家 这是一个行业 这是社会上 也要担负起一种责任职责 这个责责要认识清楚 社会教育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所以我们肯定认知 释迦牟尼佛 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导师 团结 不同的 族类 融合不同的文化宗教 昨天晚上 我们参观 巴哈一教 他们也是这个理想 但是佛法在理论上 在行持上 在教育上 比他们更踏实 更出色 过去方东梅先生讲过 华言经里面 有真实 究竟圆满的这里 他一生所读过的 所学过的 世出世间 这些 没有一样能比得上 华言这些 语言满的理论 周详的方法 后面还带表演 善才童子 五十三才是表演的 做出来 给我们看 让我们学习 所以他常讲 华言经是这个世界 最好的 这首概念 他在晚年 可以说是 完全学习华言 在学校里面 开华言证实 介绍华言 我们现在 实现的身份 出家的佛弟子 如果连这些道理都不懂 佛弟教诲 记不住 不能够认真努力奉行 这是大不孝 不忠不孝 那还有什么成就 不忠不孝 诸位要记住 我说的话不太好听 也不客气 不忠不孝之人 他的前途是三无道 三善道的分都没有 你以为念这几句佛号 就能往生了 哪有那么容易 尽忠尽消 念佛的人 决定这份 才能得 祝福 佛乎念 龙天涌护 希望我们共同 努力 认真 路里来修修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众子里 我们就讲到神的 这一旦 这个 我们就讲到神的